我們自己在操作MHK網台 也將我們的短片或者片段放上網 跟人分享或者引人去訂閱 當然了,這個商業的決定 但也不排除有些二次撞座 好像我們的對家那樣 直接召喚了我們的橋段 甚至乎拿了我們的聲帶 去做一些非法用途 不要說非法用途 擺明針對性 針對我們的老闆 沒錯 擺明針對性的那些片 我覺得這種簡單來說算是抽水 是抽水來的